川普动手了,把中共威胁驱逐出美国全球范围反击流氓国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2日,被问及万豪酒店黑客案件时,趁川普政府正在寻求把中共威胁驱逐出美国的途径。 美国国务院下辖全球合作中心,日前通报部分媒体川普政府将向来自俄罗斯、中国及伊朗等流氓国家宣传机构的宣传和不实资讯发起进攻。 另外还有不少美国公司决定撤资回美国此外,投资公司大合资本市场最新报告,分析中美有三分之一机会达成协议,否则贸易战长期存在关税,成为制约。 中共手段之一,川普政府正寻求将中共威胁驱逐出美国的途径,据法广日前报道,美国万豪集团旗下的喜达乌酒店五亿名旅客预约登记信息失窃风波,在继续发酵12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被问及万豪酒店黑客案件时,表示,北京的确是被归咎的一方,并称川普政府正在寻求把中共威胁驱逐出美国的途径。 根据暗刑最新进展报告,本次失窃的有预约喜达乌酒店的客人的名字,有可能还有联系方式,甚至银行卡号和护照号码。 美国情报机构暂时还没有盖观定论,但新的线索显示,这起黑客攻击和中共安全局有关联,又因为没有任何信息被放大案网上。 美方认为,更加凸显了本次黑客袭击的政治意图。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蓬佩奥在接受福克斯电视访谈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中共的关系很复杂。 中国人在美国进行间谍活动,寻求扩大其在美国的影响力。 纽约时报引述多个消息原称,美国预计将在近期对一些给中共军方或情报机构服务的中共间谍提起指控,对科技材料的进口施加限制。 美国将在全球范围反击流氓国家的宣传12日,据海外中文媒体希望之声编译报道趁全球合作中心Global Engagement Center已获得4000万美元拨款,专门用于在全球范围内反击流氓国家的宣传该拨款,并非用于在美国境内针对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等国干扰美国政治生活的宣传和干扰的反击。 而主要用于针对美国境外的反宣传和反不实资性的活动,全球合作中心原负责打击ISIS等反恐活动,但此次拨款将使该中心的工作中心扩展到全球反宣传活动领域。 该中心负责人称,他们将对俄罗斯、中国、伊朗的宣传进行广泛的进攻。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目前该中心正在积极发现,并暴露那些国家造成的威胁。 在全球范围内防止媒体落入那些宣传的宣套例如斯里兰卡。 中共在推进它的一带一路计划时,向斯里兰卡提供不实资讯。 致使斯里兰卡接受了中共的10亿美元投资,用于建设一个具战略价值但无经济效益的港口,并使中共在斯里兰卡无力偿还贷款时得以控制该港口。 该中心代理主任金美智,Daniel Kimmich表示,我们不仅对发现下一个斯里兰卡感兴趣,而且对提供资讯的方式也很感兴趣。 据介绍目前该项目在四大洲都有行动其中,针对俄罗斯的行动。 在21个国家,有25个项目,现阶段的重点在提升科技技能,已发现并瘫痪俄罗斯的宣传链在亚太地区,也有类似的行动。 据官方介绍,通过与当地的记者和意见领袖合作该中心,正在积极了解资讯环境,以了解中共如何表现它的影响力,并帮助当地人士,冲破中共宣传的迷雾。 外国企业家正从中国集体退群,美国男子史蒂夫穆索罗在中国开设的云技术公司云洛科技曾经非常成功,但现在传出消息穆索罗已经决定明年年初撤回美国加州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自由亚洲电台,引述华尔街日报说穆索罗称,中国太大,太乱,太复杂公司已经苦熬了很多年,所以决定要退回美国。 但云洛科技面临的状况,在包括美国等单内的外国企业看来越来越普遍。 报道认为,2012年是外商投资环境的转折点,当时的中国面临债务,产能过剩和腐败蔓延等问题。 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领导层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加强了外资审批,并控制污染,还提出了新的社会保障法,提高了本地工资水平和解雇工人的难度。 今年美中贸,亦占进一步恶化了外商在中国投资的环境。 今年8月就有报道,很多在中国市场的美国企业表示,如果美国真的提高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就会考虑撤出中国市场,或降低。 在中国的投资此外,投资公司大合资本市场,发表最新的研究报告指,预料中美两国有三分一机会,达成贸易协议报告分析如果未有协议,中美贸易战发展成为长期状况,相信关税成为制约中国手段,之一阿波罗网分锐后报道。